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跟随官方的剧情开始了一段被称作战后清算的故事 战后清算这一故事并没有在红警本传中出现 但是它曾经在红警的苹果端手游上呈现 后该游戏下架 由于其制作不惊且操作感极差 一度被玩家戏称为红警2.5 除了表明这只是一个过渡产物以外 还讽刺了它其实似不像 而且完成度极力的实时情况 不过呢尽管游戏做的烂 但是这款手游的剧情 确实是官方对于红警2和红警3剧情的一个补充 在手游红警中和虚幻一样 是承接了游里的复仇盟军结局 游里被逮捕 随后盟军展开战后清算 并且击败了苏联 随后便进入了红警3的故事线中 在苏联濒临战败之前 查战科和库可夫将军进入了科与母人公地下 使用时间机器改变了一切 在虚幻中 战后清算的剧情被重新复刻 玩家可以更加细致的清理 从1972年心灵战争结束 到1975年战后清算的完成 但不同于官方剧情的是 虚幻中的查战科两人 显然没能成功启动时间机器 那么究竟是为什么 让我们拭目以待 期待虚幻的剧情正式发布 长期关注了虚幻开发进程的玩家 可能早已经知道 虚幻这个目的的真正主故事背景 并不是在1972年这个旧时代 而是在2060年左右的新时代 没错 虚幻的真正主故事时间 是在21世纪中也 盟军早已控制地球 建立了全球性组织FUE 及地球联合理事会 并且利用超时空科技 改造研发出了月签引擎 在浩瀚的宇宙星海中 展开探索和冒险 这将不同于玩家以往的游戏体验 玩家在虚幻中将体验到 不同的星球 他们有着迥异的环境 天气 生物群落 特殊勾导等等 这一切在虚幻中都将呈现出来 说到天气 就不得不提到 虚幻中的几个特色新功能 首先是大气系统 虚幻正在开发 在游戏中模拟大气环境效果的总结 让你的画面充斥着迪丁达尔的效果 和大气擬练效果 好好好 我说人话 就是说 在虚幻中将实现云雾 下雨 下雪 甚至下陨石都可以 或者其他各种各样的天气效果 而且启用一些体积光灯源 然后就是需要 敲击板的重点了 以上画面增强效果 目前已经实现 而且已经实装 而且 而且 他们对游戏性能的影响并不大 也就意味着 只要你的电脑 不是从博物馆拉出来的老古董 就可以非常流畅的体验到这些高化质效果 当然这些特效也非在设置中关闭或者启用 然后是战争迷雾系统 虚幻中允许玩家在队览游戏里开启或关闭战争迷雾 如果你选择开启 没有友军单位的区域 将会被黑幕重新覆盖 这一项在许多同类游戏中都存在的重要特性 在虚幻里也被启用 同时 在虚幻中将开设一个叫做锦标赛的专有地图模式 其中将选用比赛专用地图 而且强制锁定部分设置 比如 关闭大气模拟 关闭升级工具箱 强制开启战争迷雾 以便于玩家在联机PVP对战中进行一场公平而又激烈的对战 多经济体制系统 在虚幻中 不局限于猿虎女二的矿石采集精炼 以及石油油井两者混合这样一个单一的经济体制 在虚幻中 地球环境下 野外地形还是主要以采集矿石进行精炼为主要经济来源 而在城市地形中 玩家需要使用专门的采集的单位 去城市中搜集各种支援 包括 但不限于 物资箱 工业原料 废弃物 等等等 如果你玩过CSOnline的昼夜求生模式 那么也许你能够更好理解 虚幻中的城市经济体制是什么回事 而如果你没有理解也没有关系 在以后视频中 UP主会单独对虚幻的经济体制形容讲解 在雪地环境中 由于矿石牺牲物资短缺 因此玩家需要通过寻导更多的游景 赞订他们来获取更多的资源 多样的经济体制使玩家需要更灵活的转变经济意识来适应战场 压制系统 虚幻参考了英雄原系列的一个重要特性 那就是步兵会被压制 在虚幻中也存在一些反步兵的压制类武器 这类武器在对上大量步兵时非常有效 被压制类武器攻击的步兵会陷入一个被压制的debuff 这个debuff可以被多次叠加 每次叠加的buff都将会减少移动速度 攻击速度 攻击力 防御力等多种属性 直到该步兵被压制到一定程度 会有完全上升战斗力 成为敌方火力之下的一个火把子 这一特性迫使玩家不能再通过堆人海 用人头和战术换输出 玩家需要选择更加明智的步兵战术 而不是纯靠猛来进行战斗 否则将毫无组织的为敌人痛扁 更多有趣的特色和特性 在开发和设计中 在未来将会推出更多有趣的游戏特性 话不多说 在本期视频的结尾 我们来看一段最新的FU1的测试视频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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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